大家好,我是盧廣仲 请问 睡觉时为什么蚊子 喜欢在人的耳朵旁边飞 真的耶 为什么 谁会啊 戴眼罩可以 这样压住不是不舒服吗 在这个地方它主要不是遮光 它主要是保温跟保湿 保温跟保湿 对,保温跟保湿 就是如果说它的温度跟湿度 能够比较正常的话 它眼睛就会比较舒服 我还是很快的 就是讲四个预防眼压的 这要听清楚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维持正常的作息 不可以熬夜 这三个都出局了 这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 要定期检查眼压 这三个都出局了 每半年一次去看你的眼科医师 半年哦 出局 然后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什么叫用眼习惯呢 就是不论看这个手机 不论看电脑 都应该要四度的休息 比如说 40分钟休息 10分钟等等 这三个都出局 然后第四个是 要吃护眼的好食材 大家眼睛是灵魂之窗 可能平常大家都不太在乎它 一旦你出问题了 那是很麻烦 很麻烦 容易忽略 是真的是很麻烦 是该宣布一下成绩了 来 好第一句话的总成绩呢 我们的文婉姐是1分 终于破蛋了 阿布是1分 有有有有 思佳有3分 所以是我们的文婉姐 跟我们的阿布要喝我们的 茄子洋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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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大块 太夸张了 不要担心 它可以这样饮啊 很好吃菜 那可以吃尸身吗 尸身也要多一点 真的很乱 洋葱你应该蛮爱的 我超爱的 他们节目下很有人性 请问你那个表情会太夸张了 没有啦 我觉得要是小小杯 然后要干杯 好 来 不要吻了 不要吻了 真的 不要吻 不要吻 直接喝就对 请享用 来 阿布你不要把它当下喝好不好 你要好喝 也要好够 好的 接下来开始吃好料 耶 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郭主义 郭师傅 耶 什么都不能吃啊 欢迎郭师傅 好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酱香蒸蛋 酱香蒸蛋 对 感觉上的是 蛋上面有一层 有酱在淋上去这样 没有错 听这就很好吃 今天我们是用茄子 然后呢还有鸡蛋 然后呢我们现在 取四个蛋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1比2 嗯哼 蛋呢是1 然后呢水是2 对 好 那我们先 要怎么叫1比2 来 我们现在打进来 一般中式的蒸蛋都是1比2吗 对 还是只有你这道菜是1比2 没有没有一般我们在学的话 就是1比2在蒸的 真的喔 对 这个跟日本料有差很多 日本料是1比8 真的喔 这么稀啊 对 日本是1比8 所以刚才蒸蛋是不得了 对啊 这么好转 对啊 什么好转 好转 这个进化就实在了 你 好 你看1比2 1对不对 1 1 对 就是1比2 这样很容易啦 这样很清楚嘛 真的 然后再来 会做蒸蛋的举手 真的假的 我真的会 那你都1比几 1比2 妈妈教的真的 哎呀我至少什么都不会 至少会蒸蛋 不然我女儿怎么长那么大 会蒸蛋 这道菜学习很方便 好 在这边呢 我们连偶粉 大概三大尺 这谁教你们 蛤 这谁教你们 我师傅教我的 我师傅教你 就当初你师傅就这样教你们 三大尺 三大尺进来 我就是增长 增广见闻 再来直接呢 而且你不能这样弄得自己开心就好 要多浓啊 那1比1 1比1 也是1比1 因为我平常 我们在打那个芡粉的话 都是1比1的条 那直接呢就把它放到 我们 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我们开中火 再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 就是呢 把筷子插在你的锅盖旁边 就这样盖着 要留一点空隙 对 留一点空隙 然后呢 就这样子 中火蒸大概15分钟 如果不放会怎么样 不放的话 温度会过高 因为会太老 又泡 好 再来这边呢 我们取绞肉进来 然后这个五花绞肉 然后直接呢 我们来爆香 那我们就不用再放油了 就直接用这个肉的油来炒菜就好 里面已经有猪油了 对 好 那等一下呢 我们让它炒一下 这边呢 我们还要切东西 我们 茄子 茄子来 所以我们 切等一下 切小粒状就可以了 小粒 有点小粒 小粒状就好了 因为要做哨子的感觉 对 我又加在里面了 它变成这样 以前呢 都会等一下切很 切一条一条啦 还是一圈一圈啊 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切小粒 好 那现在绞肉炒到它有一点缓白了 对 再把我们的 茄子把它放进来 一样滚 一样滚 炒到它熟 对 好 再来呢 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把姜末 姜末放进来 放进来 一大匙 对 还有蒜末也放进来 一大匙 这个不用一开始就放了 不用 因为你一开始放 它那个粒子这么小 你那个肉跟茄子还没有炒香 它就稍微搭了 没有错 对 我以前 你是不是都用那个爆香 对 都觉得不管是菜 只要放进去 反正全部都放下去 没有 就用蒜跟姜 对 甜麵醬 一大匙进来 哇 甜麵醬呢 一样要炒过 它才会香 再那我们放大概370的水进来 然后再放水 对 那香味才会更棒 水就擠出来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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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米酒 米酒 再放一点糖进来 不客气了 看老师喜不喜欢这道菜 喜欢喜欢 这又有点 你可以拌面了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葱花把它摆进来 那颜色很好 摆进来以后 我们再加一点芡粉 那个 我们黏和粉水 然后再加一点 对 再加一点 不要一次加太多 那几个 对 一定要像这么香 因为 有没有 好香 好香 好快喔 真的很香 超紫香 你去想象一下 它这个像酱香的 你看 然后它有淋在蒸蛋上面 然后连蛋挖起来 就会再加这个味道 好 那这道菜我们就完成了 好了 赶快上桌来酱眼鸭了 吃蒸蛋了 那怎么好意思 那怎么好意思 来 顾眼鸭了 好香喔 真的 蛋蠻不错的感觉 好吃 而且感觉好像布丁 感觉那个绵密度 这个蛋真的很好 它那个松软度 跟那个Q度都刚刚好 然后配上那个酱有没有 你看那个颜色深 它其实一点都不会咸 是 然后有那个茄子的那个香味 你一定要介绍这么清楚 这个蛋还真的要这样 要 好想吃 一定要有 它的那个绵密度比较高 它加了那个什么 那个莲藕粉 莲藕粉 让这个蛋吃 它是虽然软棉 但是它是有紮实的 它是比较紮实的 真的 它不是一咬就有化到 或是不一样 很多是很像布丁的感觉 可是这个不是 重点是 这样的组合方式 回家倒给试试看 对 因为这从来没加过莲藕粉 小朋友一定超爱吃的 对 好 我师傅觉得当中 眼牙就降下来了 我没一直降 我现在眼牙几乎是没有 我们真的 而且 而且为什么前面 为什么我突然看不到了 即興青光眼吧 没这么快 现在谢谢郭师傅快点 来 好 谢谢郭师傅 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 这个好食材是苹果 它对酱眼牙非常好 香甜的苹果 竟然也有酱眼牙的功效 现在就来考考大家 对它的认识有多少了 第一题 第一题 吃苹果可防止眼牙升高 选择颜色 越鲜红的苹果带皮吃 预防效果越好 对我错 请抢答 好 请多答 越鲜红 不用吧 错 恭喜你答错了 耶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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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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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量的問題嗎 有量 量是一定都有問題 就是能不能吃跟 有沒有量這兩回事 我們任何人呢 每人每天吃的水果的量 都可以超過你拳頭的三個